本生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崔 23岁来自山东摄像助理 有请小崔 有请 小江 24岁来自山东学生 有请小江 有请 欢迎两位啊 恋爱多久了 将近一年了 将近一年了 对 怎么认识的呀 工作吧 因为他在一家电商公司上班 然后我正好就是去兼职嘛 然后去了几次就这样认识了 兼职干嘛呀 就是拍摄 拍东西 模特 你是社助 对 就这么认识了 对 我一开始跟他谈得挺投机的 他也挺积极向上 然后挺有活力的一个女孩 然后我就挺喜欢他的 小伙子什么吸引了你呢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 他对我非常好 就让我感觉到他很踏实 虽然挣不了多少钱吧 就是让我很有安全感 也做过一些让我感动的事情 比如说因为他就白天上班嘛 然后只有下班了才能陪我 然后我宿舍门是十点半关门 他每次都是下班之后来陪我 我自己学习 他就在旁边看着我 就是十点的时候他才回去 然后因为他也赚不了多少钱 他又不可能就是每天晚上打车回去 也挺远的 然后我都不知道 他自己都是骑着共享单车那种 骑着车自己回去 大晚上的 骑多远啊每天 十公里吧 得坚持了多久啊 坚持两三个月 因为那段时间 他学习挺紧张的 然后我就要陪他很晚学习 所以说就那两个月的时间 我陪他 后来我们俩就是说买 有车子了 有自己的车子了 所以说就 啥车子 电动车 电动车 你买了个电动车 对 这么一说还挺浪漫是吧 也算美好的活动 对不对 刚开始吧 显然这个话是 但是后来我们那个 所以今天咱们就说说后来好不好 后来我觉得可能就是 两个人待时间长了吧 就是矛盾也都出来了 他就是做事很不靠谱 让我觉得 从安全到不靠谱 怎么不靠谱了呢 做的什么事啊 就是他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不会把这件事情考虑周到 就有一次嘛 就是我去医院 我们那边的省医院 因为是在临市嘛 我对那边也不熟悉 他提前一个周都说好了 说答应陪我去 结果呢他等到了前一天的下午才请的假 人家直接说不准 然后那天就我自己去的 因为临近双十一了嘛 我们那边电商公司就很忙 对 我们老板也是来回忙前忙后 我也没机会给他说 突然临近那几天嘛 然后就突然来了个大客户 然后就突然就把我安排到那一个 客户那个地方 然后所以说我后来也给他说了 然后他就一直不听我这个解释 不是说这一件事 好吧你忙吧 那行我自己去了 我是说类似的事情 他就是这个事情的方式就不对 比如说我过生日吧 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 我过的第一个生日 我俩一块过的第一个生日 然后我就希望可以有纪念意义一点 我觉得因为他也赚不了太多钱 就是也 我也不希望他给我买什么贵重礼物 然后我就想要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日蛋糕 我在很久之前 很久很久之前 我就把生日蛋糕的图片发给他了 然后过了很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怕忘 我又给他发了一遍 然后呢 他在我过生日的前一天才去订的 人家直接说订不了 你这种订做的 你得提前一个周订 就是我们的材料 就是有些材料 我们这没有得现买 所以那个蛋糕就完全不是 我想要的那种蛋糕 我以前也没订过蛋糕 这也是我第一次 给别人过生日订蛋糕什么之类的 而他那蛋糕 我看着一个六寸蛋糕也没什么 然后去了以后 人家说这些材料他们没有 我还专门去了一个比较 是好一点那些蛋糕店 去给他订那个蛋糕 然后人家说没有 所以做出来的蛋糕 不是他 他不很喜欢 但我觉得和他想的那种差不多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永远都觉得 他觉得应该没有事情 应该没事 我觉得做这些事我应该怎么怎么样 他就永远会这样 他不会去把这些事考虑周到了 包括我们在一起约会也是 我不知道干什么 出去了之后 问他咱去哪 你想去哪呢 我也不知道去哪 怎么的 你想去哪 咱去哪 不是挺好吗 多好啊 我想要的是 可以有人给我出主意 有人帮我制定计划 我没有男朋友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自己想 我要去干什么 要什么路线 都是我自己规划 那我有男朋友了 还是全是让我干 是不是女朋友有点性格 脾气还有些大 对 有没有 对 怕她吗 我挺怕她生气 怕她生气 但是平时 也没觉得啥 没觉得啥 有时候闹脾气 我觉得也应该 但是 也应该 这变成小女生 对不对 闹个脾气也应该 对不对 然后但是她有些事情 就是你没说两句话 她接着就 突然就发火了 比如呢 我之前 我们俩不是 比较喜欢出去玩吗 然后我订了一个地方 因为要坐公交车 到那一个目的地 是要走 走好像那么一小段距离的 而且我觉得 咱出去玩 咱也不能一直坐在车上 咱看风景 是不是 然后咱就 走走看看 挺好 然后 她出门之前 我就告诉她 咱别穿高车鞋了 咱穿高车鞋挺累的 咱毕竟两个人出去 好不容易出去一次 我上班地方是单休 好不容易跟她出去一次 咱就溜溜逛逛 是不是 咱吃点想吃的 看点想看的 走到一半吧 也就 然后她就 很累很累 很着急很上火 就说到哪了 什么的 我说快了吧 本来也没多远 是不是 然后 她就特别发火 听完我这句话 特别着急上火 没必要生这个 你就说得很随意 然后她怎么生气 就说了一句 还是说大发雷霆 还是说她就 我要往回走 她就对我凶嘛 就说什么 还不到啊 什么之类的 很累嘛 我就觉得没必要 对不对 而且 我觉得明明就是说 你说你让我抱着 我也可以抱着你 你要是我背着你 我也可以背着你 对不对 多好啊 然后咱没必要生气 咱好好讲 讲出来以后 我能做 我就做出来了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那为什么要生气呢 对不对 而且距离也没多远 我没有太生气 再说牛不知不知道 我就算气味 就是那一小会儿 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觉得那一致 我再说我也没怎么生气 好吗 而且我之前给 就是对于她这个事 我给她说了很多次 然后她就是 我这件事做出来以后 她不先问我这个原因 是不是这样 然后她接着就会 给我生气 比如有一次就是 我回老家了嘛 我答应她第二天 回来我要陪她嘛 然后因为中午 我刚回来以后 我看家挺乱 我收拾收拾 然后洗衣服什么的 自己一个人在住 收拾收拾 她就问我 什么时候来啊 我说六点嘛 她就生气了给我 我想 你那天中午就回来了 你那天休班 你为什么不提前来找我 你不会就 你就非得挨到 就是平时咱见面的 那个时间才来找我吗 因为她没有一开始 就跟我说 如果你一开始跟我说 我在家收拾收拾 因为好不容易 休个班 洗衣服什么的 我就理解你了 但是你什么都不说 直接就说 我六点再去吧 那中午 中午机还有那么 一个大下 我都想 你干嘛去啊 你都不理我 你好不容易 休个班 不提前来找我 你这件事 你自己提前解释 不就完事了吗 我自己觉着 能就是说 咱俩好好商量事情 没必要就是说 生气对不对 就是她老生气 是吧 对 年轻女孩是 气性大一些 事过以后 我就觉得 哎 干嘛要生气 根本就屁大点事 为什么要生气呢 但是当时 她有时候的做法 就是让我很气愤 我就觉得 可能只有我生气 才会引起她的重视 她下次才会改进 这个男生 你相处了一年之后 再回过头去看 你再给她评价一下 第一开始评价的是说 我觉得这个男生 虽然挣钱不多 但是踏实安全 这一年相处下来 有什么变化吗 踏实 还是让我感觉很踏实 她可能 就是脾气好 脾气相对来说 被我抢 我们可以互补一下 然后就是她的处事方式 我就觉得好多事 我们要出去吃饭了 我说咱吃什么 不知道啊 你想吃什么 就是好不容易 就一天的时间 我俩全在选择 全在咱干嘛去 吃完饭咱干嘛去 我也不知道 那我俩就瞎溜达 溜达的怪累的 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 发现什么都没干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好不容易去 我给你出去 我是想跟你去 你想去的地方 并不是 我说准啊 我去哪 然后呢 你不喜欢 你到时候肯定 也会不开心 所以说我就 两个人出去 而且我觉得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 那去哪 我觉得 其实一个城市就那样 对吧 去哪 没什么太大意义 溜溜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最好的 姑娘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年轻人谈恋爱 有几种谈法 一种谈法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恋爱 对未来 没有一个特别大的 一个考虑和考量 对吧 还有一种年轻朋友 就说 我谈恋爱 就是奔结婚去的 我就是要未来的 对吧 还有一种 就是我随着走吧 就是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性 感觉好 我就结婚 感觉不好 我们也可以分开 大体上面是这么三类 三大类 你们俩的恋爱 在你的心里属于哪一类 是有规划的 还是没规划的 还是随手走 到底是哪一类 既有规划 又没有规划 因为我觉得现在 现在的谈恋爱 是一种享受 对 但是我们规划要结婚 但是如果说 你要开始准备结婚了 我们就要想各种考虑 要开始 比如说攒钱 比如说现在 我们就不会考虑 什么攒钱 什么之类的 要买房买车 我就没有这种考虑 我觉得还是享受的阶段 就是我们慢慢谈到 最后的时候 我们就会考虑 就是这些物质的 就是要我们要开始 一块使劲挣钱 要养家 是这些 你这个24了 对吧 资料上 什么时候毕业 算是在实习阶段 算是毕业了 只是还没有下毕业证 就基本算毕业了 基本算毕业了 对未来有打算吗 有考虑吗 因为跟在学校里 就不一样了 考虑的不多 考虑的不多 你家里人知道 你在谈恋爱吗 不知道 爸爸对你未来的这个男朋友 或者说结婚对象 有什么要求吗 我家人希望我能找一个 就是那种稳定工作的 工作相对稳定 对对对 稳定工作 这个条件好像显然不太相符 是不是不太相符 所以我这方面挺有压力的 那你对你们俩之间有打算吗 有 啥打算啥规划 我现在不是 工作不是特别好吗 我自己也知道 然后我工资也不是特别好 我也不想让他跟我吃苦 但是呢 我是想好好到时候 跟他结婚的 因为我家里人是知道他的 我是想着 再过一段时间 我就把他领去见我妈了 你都这个打算了 今天谁要来的呀 我吧 来干嘛呢 就是我希望我们两个就是能够继续下去 我们的矛盾就可以解决的我觉得 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直存在的话会有问题 就是比如说做事嘛 就是可能我的脾气的确有点差 他的处事方式如果是一直这样 因为不是说这次你没陪我去医院 OK 我自己去 下次或许订蛋糕的时再来一次 或许你就知道了 但是我说的这个方 这个处事的这个方式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还算一个聪明的女孩 她至少能想到一点 就是可能我的脾气不会改了 那你的处理方 处事的方式应该变 这才一年嘛 所以这里面有个调整 但是在调整的背后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女生你有没有注意 在没有钱这个问题上 你说过几回啊 两回吧 两回 关于对于她的工作的不满 你看曲总比三回 你看 关于她工作的问题 你对她未来的工作有要求吗 我说了 我说现在谈恋爱 我在一个 我知道你在享受期 这是你说的 对 所以我没有太大的要求 就是我还没有想过 要要求她的工作 怎么之类的 当然我希望她有一个好工作 所以起码 所以这个好工作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能让我的父母接受 在我 在没有要求过什么 没想过过什么 这个 其实我们简单的看起来 好像是女生对于男生 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式的不满 这个不满的背后 其实还藏了一些东西呢 男生其实是有想法的 对吧 对 比女生更务实一些 她刚才那个话 你以前知道吗 说不久 我想带她去见我妈妈 跟你聊过吗 她之前跟我聊过这个 你怎么答的呢 我挺想去的 因为我说实话 我挺喜欢她的 她就让我 真的让我觉得很踏实 我觉得就算我发脾气 她也不会离开我 你要一辈子这么跟她发脾气 你觉得她一辈子能忍吗 我觉得我可以适当收敛一下 但是我们来这个节目 我就希望我们两个都能互相有改进 其实我有恐慌感 就是因为我有朋友 他们都在一起好几年了 怎么怎么的 都说你们现在就还在热恋期 你们以后的事情 问题会出现更多 就算你们两个互相喜欢 也会出现更多问题 所以我听他们这么一说 我就会有恐慌感 觉得万一咱下去两年之后 还这样吗 然后她总会说 没事的 你还这样 怎么的 你不用担心别的 但是我内心会有恐慌感 有人追你吗 有 但是跟她在一起之前 就已经杜绝了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我有她 以前那些没看上的原因是什么 就喜欢上她了 以前是让我感觉到 最重要一点 就是让我感觉到 没安全感 所以她的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呢 我可以 在她面前 我可以就释放自己 就是我 那些的各种 我都可以出来 但是在其他们 就是之前追过我的人当中 我不敢这样 为啥呢 因为她让我一看 我就觉得我不敢 释放 就是把我所有的我都给你看 所以这个背后 到底是因为爱 是因为男生的踏实 还是因为别的 我们让老师们 好好帮你们分析分析 你们这一年的 这个交往的这个经历 看看这段恋情 到底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来 包红兄 谈了一年了 踏实还在 安全感还在 这一个男孩 因为爱你 他在努力地改变自己 前两三个月 对他来说 他已经做出了 很大的努力 只不过 在生活当中 你认为 他不上心 甚至做得 让你不满意 这有一个过程 我们关键是看 这个男孩 爱不爱你 另外 他愿不愿意 为你去做出改变 我能看出 他已经在努力地 自己做出这种改变 所以你应该 给他一个机会 这个世界上 没有十全是美的人 特别才23岁的 不如资厂 不久的一个男生 可能 他这样的一个工作生活 爱情的 这样的一种平衡 要我们大家去帮助他 特别是他最爱的人 你们两个人 共同去努力 我想以后 不会成为大的问题 当然 你让他改变 这样的一种 处事 对工作生活的 处事的这样的 一种模式也很难 但是可以平衡 做不到完美 我们尽量做到 你满意 我想 这你也需要努力 好 谢谢 来 苏老师 小江 其实我们很多人 对于爱情 都是一边嫌弃着 一边又享受着 我觉得你就是 这种状态 其实在你心里 你可能对这个男人 是不满意的 你有很多地方 你都会觉得 他达不到 你对于未来 另一半的要求 但是 你为什么愿意 跟他在一块呢 你就在这个男人面前 你才可以做公主嘛 他愿意捧着你啊 你可以挑他的毛病 而且他全部都可以接受 如果你非要他变成 觉得在你身边 能够给你安全感 能够让你觉得生活 特别周全 然后做事情 能够完全达到你意愿的 那种标准 也许对他是一种折磨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觉得 最好的爱的方式 不一定非得是结婚 而是两个人都能过得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谢谢苏老师 来 曲总 所有这些表现 在我认为 女孩表现 都是在缺乏安全感 她是一个极度 需要安全感的 这么一个女孩 比如说 父母的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就这样 来 我们听您图老师 来 图老师 话说到这里 其实讨论的最关键的点就是 选择一个爱人 到底看他哪一些关键要素 有些人说要看他的条件 看他条件好不好 能不能挣钱 帅不帅 家庭条件好不好 这个重不重要 重要 看他的人品 这个人人品好不好 是不是有些人品上 道德上的污点 这个要不要看 也要看 但其实这些东西 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有多么在乎你 如果他心里 没那么在乎你 他人品好 跟你是没关系的 他很优秀 能挣钱 也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那是别人的爱人 相反 如果一个人 可能挣不到那么多钱 他可能条件不是那么好 但他因为在乎你 所以他的那些优点 才跟你有了关系 而怎么看一个人 是不是在乎你 第一点 他愿不愿意 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跟你分享 每个人最珍贵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是钱 他觉得这个东西最珍贵 那如果他愿意跟你分享 那么说明他是在乎你的 那有些人认为 钱不是最珍贵的 而是其他的东西最珍贵 那就不一样 第二点 就是包容 记住啊 包容不是妥协啊 不是说你说什么事 我都可以 咽下这口气 我可以让着你 这不叫包容 真正的包容是在于 你所说的任何一些 即便是伤害他的事情 他也能够婉然一笑 他能够理解你 因为他了解你 他能够真正的化解 你对于他的伤害 或者是对于你们两个的伤害 他都能够包容 这是一点 第三点 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这个人派得上用上没有 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心里有没有你 真正最关键的时候 是你心里特别需要他的时候 你有挫败感的时候 你生命危机的时候 他义不容辞的出来 哪怕这个人平时在生活当中 就是吊儿郎当的 就是不求上进的 平时就是挣不到什么钱的 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能出来 说明他是在乎你 所以有些女生啊 眼镯呀 她们总是很矛盾 你说我很喜欢他 我又分不开 他又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 或者达不到我家庭的要求 他不是跟你家人结婚的 他是跟你结婚的 他有多优秀 有多成熟 如果他不爱你 这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看一个什么样的人 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爱人 你得看到那个点上才行 如果这几个点都有了 其他的细节是不重要的 我们不是找一个优秀的人 也不是找一个好人 我们是找一个凡夫俗子 有问题 但是比别人都在乎我的人 我们是找一个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你的爱人 明白了没有 自己好好考量一下 好 谢谢图老师 在这个层面上 必须得补充两句 他很在乎 他很在乎 但是你是不是接受他的在乎 这就是个对位问题 比如说 我很在乎金钱 这个人给我的都是时间 他在乎我 配不到一起 是不是 对吧 这就是一定要配到一起 我满足这些条件 还得配到一起 图老师刚才讲的是 我怎么判断 这个人对我好不好 翻回头 是 那对你好的人很多 很多人都追求你 在一群追求你的人当中 有三个人都达到了 同时达到这三个条件 你选哪一个呢 所以在我看来 谈恋爱一定是独立的人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去找那个自己合适的人 如果你真的判断出来 像图老师说的 他是在乎你的 下一个要判断的是 你在不在乎 他给你的这份东西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这个东西碰不到一起 他给你的越多 你会越反感 行了 你慢慢生活 你去体会吧 我平时确实有些事 做得不好 不过成熟嘛 毕竟身为一个男生 应该懂得去照顾你 有时候做得确实挺不对的 然后但是 我也想把最好的东西给你 然后我对自己的工作 也不满意 可是我愿意去努力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太任性了吧 但是我真的就很想跟你结婚 我甚至我经常会想 我要怎么跟我妈去说 跟我父母去解释这些 我不想 我没有 我不想 来 请亮灯吧 时间到 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